那个孙悟空一尾和妖魔认亲认戚 世侄前世侄后就叫 谁知那个妖魔不认长 举起长八长枪一队就队过来 孙悟空就火滚了大咬一声我 你个小畜生你不识高低汉军 跟着一棍掃过去 妖魔一闪闪过大响喝回头 你个老胡孙你不识时务看枪 于是两个就在云端相斗 一个就横掃金枯棒 一个就直挺火尖枪 两不相让 一口气就打了二十个回合不分胜负 那朱八戒在下边看得明白 妖精虽然未曾拜下阵来 但是只能够遮难格挡 全无供杀之力 孙悟空那只金枯棒 硬是一味在妖精头上吞来吞去 我读八戒的心想 糟了 看白个猫猫王就来打赢了 到时不是被他一棍打死了那妖精 那功劳不是归他一个人独得 我没到分的 不行不行 我都是欠分先 于是他一跳就跳上半空 举起了狗尺钉扒 大喝一声照着妖精的头就坐下来 那妖精转身就扔 两个就跟了后面追 妖精一直走到回到洞口的门前 跳上中间那辆车里 一手握着拳头 照着自己鼻子一声 扔了两锤 诸八戒一看 你的家伙真是狡猾 你自己扔自己的鼻子 到时打出鼻血来 去告我们 说我们欺负你弟弟哥 那个妖魔扔了自己两锤之后 念动咒语 突然间口吞了火 鼻子好像两支大烟通那样 啪啪声出烟 他斩下斩下伤压 烟火就越来越厉害 连其他四部车都一起喷火 将一座火运动 搞到烟火迷满 诸八戒就放起上来 哎呀 喂喂喂 你这个妖魔想吃烧猪 将老猪烧熟了 加点香料来送烧酒 都不顶 别了别了 都是三十六雀 走围上着 他就不理孙悟空生死了 自己扔了他 孙悟空的神通广大 一年就念了个鼻火拳 跳入火中 找个妖精来打 妖精见到他不怕火 又继继续喷几口出来 这些火真是厉害 他不是凡间烟火 亦非天火 更不是山上的野火 这些是妖魔修炼成的三灰真火 五架车仔 合成金木水火土 孙悟空被他烟到看不见 只好抽身 跳回出来 那个妖精看得分明 见到孙悟空走了 他就收回火具 关上石门安排烟殖来兴供 孙悟空跳过沽松范 安下云头 听见猪八戒和沙和上去聊天 他就大喊一声 嘻 八戒 你个傻人 全无人性的你 你就怕妖火自己扔掉 掉下路线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你好意思呀你 吁嘘 哥哥 你确是被妖精讲中了 你果然是不惜时务 古人都说 息时务者为俊杰 人家的妖精都不认你做亲戚 你死后面皮 硬要人家认 人家都反面 放出无情火了 你还不走 还死要跟人打 这样有什么办法呀 自己拿来衰 嘻嘻 嘻嘻 你玩呀 那个妖怪的手段比老孙如何 那比你不上 那枪法比老孙又如何 那更加比不上 老猪已经见到他支撑不住了 故事上前打他一打 谁知他又不领我情就走了 是 就是说你 你 如果你不跟他斗 等我引他打几个回合 那就是我诈书来引他 乘机搏脚棍那就可以了 要不你来帮手 他两个在议论妖怪的手段 说着妖怪的火毒 沙和尚就在旁边偷笑 船悟空一体 咦 兄弟 你笑什么呀 你是不是有本事 可以捉住妖魔呀 可以破火阵是吗 喂 这些是大家有份的 如果你有什么计划 你捉得到妖魔救回师傅出来 算你一件大功劳呀 我哪里有手段捉妖魔呀 不过我说你们两个有些打得懵了的嘛 咦 怎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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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妖魔手段又不原理 枪法又不原理 只不过他靠用火弓 那怎么你不用双生双黑的办法来治他呢 哎呀 哎呀 兄弟 你真的说得对啊 哎呀 我说打得温头温脑 我都不记得了双生双黑之理 水黑火 用水来破它不就行了 是啊 师兄 你不必多疑了 哦 你们两个在那 不要跟他打啊 等老孙去东洋大海 问海龙王借龙兵 拿水来潑食妖火 来修复这个妖怪 个个说 你放心去吧 我们会的了 好一个孙大圣 一个跟头去到东洋大海 洗个碧水发 分开波浪 刚刚走着了 秦河夜叉就立刻步进去 我老龙王敖广就立刻带领 龙子龙孙虾兵 蟹将一起出门来迎接 入到里面坐定孙悟空就开口了 哎呀 老龙王 老孙想找你帮手 我师父唐僧去西天拜佛取经 经过浩山 沽松间火运动 那里有个红鞋仪妖精 他组了我师父 老孙跟他打斗 啊 怎么知道他放火来烧 我们打他不赢 他想着水能有黑火 故事来你要求水 落一场大雨 潑食那些火 等老孙救唐僧出难 哎呀 大圣啊 你如果要求雨水 就不要来找我 那你是四海龙王主司 雨宅 不求你我找你吧 哎呀 我虽然是管雨水 只不敢独断的 要得玉帝旨意 吩咐定 在哪里落 几时落 落几多 还要三观举笔 太阅移民 会齐雷弓 电舞 风白 云 桶 大圣啊 俗语都有话了嘛 龙无云 而不幸 哎呀 老龙行 我不用用 风云 雷电 这么多东西的 我要你 滴多雨水 来灭火 那好好好 不过 我一个人都不够 让我找射帝 一起来帮大圣 立一功 好啊 令底在哪里 南海龙王傲音 北海龙王傲润 西海龙王傲信 哎呀 如果我去云三海 我不如上天去找玉王大帝 不用 不用 不用你大胜去 只要我在这里 雷铁古葬金钟 他们立刻来的了 于是老龙王立刻雷古葬钟 果然一会儿 三海龙王都来齐了 孙悟空就将 借水航妖魔 救唐僧的事 告诉他们听 四海龙王 就带齐龙兵龙将 来到豪山 孤重简上 孙悟空就说 嘿 各位 多烦你们相邦 这儿就是妖魔住的地方 你们在半空中等候 等老孙和妖魔打斗 打赢 不用各位动手去做 打输了 老孙也自有办法 不必麻烦各位相邦 就是一见到妖魔放火 你们就照我说话做 四海龙王就点头答应 孙悟空就立刻翻入重林 喊声 兄弟呀 八戒一见就说 哥哥呀 怎么了 请到海龙王回来没有 来完了 你两个要小心仔细 一会儿一场大雨 千万别整湿师傅的行李 现在老孙就跟他打斗了 好了好了 哥哥呀 你放心 这儿我们就会了 孙悟空又是来到洪云董前 大声叫开门 那帮小妖精又走进去报 孙行者又来了 那个红鞋二大声 卡卡声笑 哎呀 那只猴子呀 硬是炎烧得不够 故事又来过 好 这次我就不放过他 一定要烧到他皮烧肉烂才行 来 给我把火车推出去 跟着他又拿去长枪出门口 孙悟空 怎么你又来过 我当然来的 你还没还个师傅给我呢 你这猴子真是不懂得变通 唐真是做得你师傅 那他又不做得我送烧酒的送菜 你还经常想着他这么多做什么 就想的了 孙悟空一听 真是被他激到眼火都出卖 拿起金枯棒 朝头就打 那个妖精举枪相迎 这次打得比上次更重要 一个心急救师傅 一个等着落祸精堂争辱 一个要报仇 一个要解痕 打了轮游是不分胜负 红鞋也虚访一枪 另转身就走 拿拳头又照着自己鼻歌 打了两锤 立即由喷火出来 门前五部车一起喷火 孙悟空恶高头大喊一声 海龙王何在 海龙王就立即带领水族 一起对正的妖精来喷水 哇 最初还是落大雨那样落 跟着变成好像倒水那样倒 然后变成好像大海崩堤一样 铺天盖地那样蓋下来 什么火都能够昔灭 谁知这些不是凡奸的火 是三昧真火 龙王的施语 只是临色凡奸之火 指不到妖精那些火势 反而好像火上加油 越烧越烧越烈 孙悟空一刻看不对了 心就有点发毛了 哎呀 你真妖精了 哼 等我念个避火咒 撞入火中 那招头 啪你一棍先 接着他一跳就跳入大火里面 谁知那个妖魔呢 早已经在那儿等着他了 这个妖魔就确实是厉害了 他见到孙悟空 每个避火咒 两次都烧他不了 他就另外用第二种办法 他突然间照着孙悟空 一口浓烟噴过去 那个孙悟空当年大闹天公 在太上劳军的八卦奴中 销炼过 他又不怕火 但是他最怕烟 以前就被烟焗壞了双眼 故事现在被烟火一焗 那双眼就眼泪直流 眼花撩乱看不到东西 那妖怪就见到用烟来治得碰他 于是继续对着孙悟空 出射 可怜气塞空堂 喉舌冷 魂飞拍散 丧残身 吓到四海龙王在空中 想又扑到四海龙王在空中 原来是孙悟空 他手脚都硬了 魂身上下冷如冰 沙和尚就眼泪直流 师兄呀师兄呀 可怜呀 可惜可惜你呀 万年不老长生下 如今化作中途短命人 那个猪八戒呢 他在旁边笑 兄弟呀 迷你哭啦 哭什么 这猴子炸死骗你而已 你摸摸摸摸他胸口 有没有烟气 哎呀 成身冰冷 滴多烟气都没有了 师兄 怎么能够回生啊 不怕的不怕的 他呀 他有七十二般变化 他有七十二条命啊 那那那那那那 你呀 给我按着他对脚 等我来摆布他 沙和尚就按着孙悟空对脚 朱八戒就扶起他起身 盘室坐定 朱八戒就将自己两个手搓到热了 然后跟孙悟空按摩 原来那个孙悟空呢 刚才就被那些冷水一赞 气阻丹田 故事一时拙起 现在朱八戒 跟他慢慢搓下搓下 一会儿就气透三关 转明堂冲开孔桥 忽然间叫了一声 师父啊 沙和尚就流着眼里 大师兄啊 大师兄 你身为师父 死都还念在后边 大师兄你回来了 我们在那等你啊 船悟空慢慢登开双眼 哎呀 兄弟呀 老孙吃亏呀 朱八戒就说 我个呀 你呀何止吃亏呀 好彩老猪呀 救你呢 要不然你命都没了 你还不多谢我呀 孙悟空爬起身 就向着空中 喊着声 四海龙皇何在 四海龙皇在空中就认 小龙在此事后大胜 哎 这一次 要你们远到来相助 未曾成功 请你们回去先 等来日老孙登门叩者 四海龙皇只好大令水族 垂头丧气地回去 沙和尚就扶着孙悟空 一步一步走到叢林之中 来到坐顶 又过了一阵 孙悟空就慢慢定回神 顺回道气 只不住塞边落泪 哎 师父啊 契式当年出大堂 岩前救我脱灾 一心只望成功果 今日安之痛受伤 沙和尚就安慰他 师兄啊 不要这么烦恼了 我们去哪里请救兵 你搭救师父好呢 哎呀 老孙大闹天宫那时 那些神兵天长都不耐打的 这个妖魔神通不少 要比老孙更聪明才修复得碰他 天神不济 地杀不能 如果要抓住这个妖魔 除非请观世音菩萨来才行 之外 现在皮肉酸痛 全身都麻烦腰骨 好像断了一样 不打得跟斗云 怎么去呢 哎呀 哎呀 个个啊 不如等老孙去啊 孙悟空没办法 只好答应 好了好了 你去吧 这样啊 八戒 如果你看到观音菩萨 你要低头礼拜 千万别头恶恶地望着人 要有些规矩啊 你看到观音菩萨 你就将这里的地名 妖精的名 说给他听 请他来救师傅 如果他肯来 那就一定能够降服个妖魔的了 朱八戒听完 就立刻架起云头 向着南方飞去 再说那个妖魔 他正在洞中欢喜庆功 忽然间想 哎 孙悟空打败仗 这回日不死的德山大病 就怕他去请救兵 慢着 等我去看看他去哪里请才行 于是妖精就走出大门 飞上半空 刚刚就见到 那个朱八戒向着南方飞去 哟 不用问了 他一定去请南海观音菩萨来 妖魔就急上来 立刻吩咐小妖 快点将我皮袋拿出来 好久没用过 我怕袋口的绳子不稳定 帮我换过条绳子 将皮袋放在二门之下 等我将朱八戒 握过来这边 装他入皮袋 精烂来 打上给你们吃一餐 原来那妖精 有个宝贝皮袋 专门用来装人 小妖就拿出来 换过袋口那条绳 放在第二道门的门口里面 妖精就出去追赶朱八戒 那个妖精 住在这里这么久 熟了路 他知道去南海 哪条路近点 哪条路远点 他就屈近路 家上云头 赶过朱八戒 在前面摇身 在哪边 做个假观世音菩萨 坐定在等朱八戒 那个傻佬正在那儿走着 忽然间见到观音菩萨 他是哪里认得真还是假的 总之见佛就拜的 他伤膝跪下 一尾在扣头 弟子不能扣拜观世音菩萨 不能啊 你不去保堂 争取经 来见我有什么事啊 弟子和师傅 去到浩山姑 重建火运洞 有个红鞋 而妖精将师傅做了 弟子和大师兄上前 和他打斗 原来他会放火的 打了两仗都打输了 大师兄几乎丧命 现在行动不便 故意叫老朱来请菩萨 万望菩萨救师傅 那个火运洞的洞主 一阵风吹 便逃了师傅 哦 那你起床 跟我去山董 见洞主 我和你讲过人情 你认过错 那便将你师傅 放回出来的了 哎 菩萨 如果他肯放我 师傅 就别说认错了 扣头 我也就是的 哦 那你跟我来啦 那傻佬不知好歹 跟着进山董 那妖精就对他说 你不用怕 他是我属人来的 进来啦 进来啦 傻佬说 刚刚走到 进第二道门 一群妖精就涌上来 将他压在地上 折在皮袋里 收紧袋口条线 一吊就吊在梁上 妖精就显翻本相 坐正当中 嘿嘿 诸八戒 你有什么本事啊 你要去补唐僧 还敢请南海观音菩萨来行我 睁眼看看 你认不认得我 你看我是谁 我将你吊他三五日 吊清腸胃 正熟他给你少妖来送烧酒 诸八戒在皮袋里面大声吵 你这个妖精 你想吃我啊 你吃掉我一口 我包你发瘟 那傻佬一尾在里面破口大马 再说孙悟空和沙和尚 两个坐在重林等候消息 忽然间一阵声风刮面而过 孙悟空一面打了几次 哎呀 糟了 糟了 这阵风凶多吉小 诸八戒肯定是走错路的了 大师兄啊 那他走错路不会问一下人的吗 嘿 肯定是遇到妖精 哎呀 他如果遇到妖精 他会走回头的 嘿 不行 不行 三和尚 你坐着等 老孙悟空三洞打听一下先 师兄啊 师兄 你腰痛还未好 又怕遭个红孩而毒手啊 不如等我去吧 你 你不行的不行的 还是我去 好一个孙大圣 咬着牙关 忍着痛 拿着这支铁棍去到火云董门前 大声地叫 妖魔出来 马门的小妖呢 马门就立刻步进去 洪霞一传领 叫小妖魔先去捉拿 等一会儿我来收拾他 一帮小妖就拿着刀枪撲出来 孙悟空果然疲倦不堪 打两下就走了 走到路边 孙悟空突然间摇身一扁 变成一个包袱串在那儿 那帮小妖呢 见到路边有个包袱 就拿进去报给大王听 大王啊 那个孙悟空怕了 打得两下而已 一见我们涌上去 就连包袱都掉了 走了去了 那包袱有什么值钱的 无非和尚的烂袈衫旧帽 洗干净它来补衣服 有个小妖就顺手把包袱掉在一边 孙悟空真是假中有假 虚中还虚 他扣了一条豪帽 脆口气 变成一个包袱 摆在那儿 他自己呢 就变成了一只乌鹰 钉在门上 听到个猪八戒 鬼杀那么吵 在皮袋里面来闹 这个妖精你 你吃得这么长久啊 你 我大师兄回来找到我 救了我出去那阵 我老猪一钉扒 打你背着 救个大洞 你知死啊 孙悟空一听就笑了上来 哎呀 这个蠢人虽然是傻点 只是心地都挺忠厚 你看 现在叼着来受罪 他都没有得多变心啊 好 老孙一定要想办法 救他回来才行 只是想着想法 忽然间听到个魔王在这儿叫 鹿剑在哪儿 原来有六个小妖精 都是魔王的心腹 一个叫做云里母 一个叫做墓里云 一个叫做急如火 一个叫做如火急 一个叫做快如风 一个叫做如风快 魔王又封他们做六件账 六件账上前跪低听令 魔王就问他 你们认不认得老大王家 你和我一起请老大王来 你说我这里组了唐僧 蒸给他吃 吃了授与天高 六件账领命日 一起飞奔出董 孙悟空就快点飞回来 跟着美去 孙悟空我心想 他要请老大王来吃师傅 老大王就跟着牛魔王 老孙当年和他结拜兄弟 情同手足极有交情 哎呀 不过 不过如今我归正道 他还是妖魔 不同道 不相为谋 求他都说多难 一知他的样子我还认得 不如这样 等我姚身一变 等我变成牛魔王 看看有什么机会 卖手救师傅和抹架子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